2017年 韩国首尔发生了一起重的运势 刚刚建成不久的舞姿 高楼轰然倒塌 背后真相 竟然是退休的大爷大妈 在室内跳起了广场舞 由于他们的舞步和楼体发生了共振 因此造成了楼顶广告牌的风 就这样 重达180斤的广告牌 向那座景 压垮了整个主体 大妈的威力如此巨大 专家强烈建议将广场舞身影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 专家在楼顶安置了一个玻璃水盘 随后让15对广场舞爱好者 随着音乐开始摇摆 起初缸里的水面 只产生了轻微的震动 但随着舞步的加快 玻璃水缸的晃动变得愈发夸张 30秒后 大缸再也受不了大爷大妈的摧弹 直接裂开 这一幕看傻了现场的所有观众 事实证明 每栋建筑结构都有它的固有频率 那栋大楼的频率刚好和小苹果的舞步移植 因此才会轰然倒塌 所以说 这是一场偶然事件 大楼主人应该获得保险公司的赔偿 望着病床上受伤的租户们 钢太知道自己的维权失败了 等待他们的将是天价的治疗费用 和永远无法翻盘的人生 可下一秒 钢太突然接到警局马应龙打来的电话 大楼的开发商竟然被警方逮捕了 原来有人将大量的犯罪证据匿名交给了重案 警方刚好在一场赌局的现场 抓到了犯罪嫌疑人普泰山 看守所里 泰山还是气愤 你和金钟赵一起搞我事吧 等我出去 我一定弄死你 原来为了平息豆腐渣工程的舆论 建筑集团的泰山找来了金钟赵 小金开口就是23个亿 这些刚好是保险公司的理赔金额 起初泰山并不同意 可如果出现的是质量问题 保险公司便不会理赔 自己也会被警方逮捕 思来想去 男人只好同意 经过正在搞的完美操作 23亿保险金顺利到手 随后 他反手就将泰山集团的犯罪证据交给了警方 拿到酬牢后 他将所有钱财都分给了大楼倒塌的受害者 这波教科书般的完美操作 震惊了整个疯狗小队 既让坏人受到了惩罚 又让受害者拿到了远远超过预期的赔人 就是保险公司有点亏 钢太很想知道 眼前的男人到底有何目睹 两年前 几周岛的上空发生了一场云难 钢太的妻儿刚好乘坐了这趟航班 而事故的始作俑者 是一个患有抑郁症的飞机机长 此人驾驶飞机从不睁眼 智识科机的女儿和坠 钢太亲眼目睹自己的妻儿横失现场 而眼前的男人正是机长金中义的弟弟 金中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